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连续两场七局大战虽然让运动员们非常辛苦 但也令观众朋友们大饱眼福 这是名副其实的神仙打架 那么接下来陈梦 王曼玉之战谁能笑到最后呢 仍然存在悬念 孙颖莎 王曼玉都是国平新生代中的领军人物 前者目前排名世界第一 后者排名世界第四 但要论单打大赛成绩的话 王曼玉更胜一筹 目前已经是世拼赛 全运会的冠军 最近对孙颖莎也是压倒性的优势 所以此战莎莎的压力更大 比赛开始后 双方很快便开始了反手环节的强强对抗 这原本是王曼玉的绝对优势 但他这次发动的比较慢 结果被孙颖莎在球的上升点抢先压着打 始终在速度上落了下风 而且失误也比较多 随即以7比11输掉首局 第二局 孙颖莎继续以灵活的落点打乱王曼玉的节奏 但王曼玉很快利用运气球的战机组织起了灵力的反击 比分一度反超 关键时刻 孙颖莎坚持进台制胜 而王曼玉则退台过多 又在速度上陷入了被动 面对困难 王曼玉显得比较心定 而孙颖莎这边反而连续出现失误 结果9比6领先连丢4分 被对方追到了10比9领先的地步 不过关键时刻 孙颖莎又恢复了心态 一板非常漂亮的撇拉侧管胡圈球得手 双方战成10比10平 然而让人感到惋惜的是 随后 孙颖莎又出现了明显是失误 一个发球后 正手挑打出界 一个接发球反手直接回球丢分 输得非常快 属实有些草率 似乎在自信心上有所不足 毕竟他最近多次输给了王曼玉 可能心有余悸吧 第三局 王曼玉气势开始上来了 即便退台也不畏惧 没有陷入对手的闪击战套路 而是摆好驾驶 蓄力拉球 用更强的旋转与二条压制孙颖莎 但孙颖莎的进台速度确实非常快 一时间双方僵持不下 比分再度出现平局 不断交替上升 9比9平后 王曼玉率先拧拉变现结果 被孙颖莎算道丢分 紧接着 自己又出现回球失误 由此而9比11惜败 大比分又落后于对方 拼下第三局后的孙颖莎士气大增 第四局一上来就不断抢攻得手 始终便在王曼玉的前面 很快又掌握了场上的主动权 不过 王曼玉不愧为单打世界冠军 全国冠军得主很快便调动起了自己正反手强大的连续进攻体系 成功反超比分 关键时刻 孙颖莎同样拼得很凶 很快便追到了7比8只差一分的地步 王曼玉连忙叫出暂停进行调整 回到赛场后 孙颖莎依旧是连续追分 随即以9比9打平 至此 王曼玉的暂停算是浪费了 接下来只能硬着头皮上 关键时刻 王曼玉先上手成功拿到局点 但孙颖莎也毫不退让相持得分 10比10平后 王曼玉强行增加质量猛攻孙颖莎防线 连得2分后12比10再次扳平大比分 回到同一期跑线后 双方再次打得难减难分 在王曼玉一个放高球擦边后 孙颖莎的士气受到了严重影响 随后就一直处于被动挨打的地步 失误也越来越多 虽然他在6比10落后的情况下挽救了三个局点 可最终还是9比11落败 大比分2比3落后 反而被王曼玉逼入了绝境 第六局孙颖莎已无退路 只能放手一搏去冲击王曼玉 第一个球王曼玉明显打出了气势 上来就开始吼叫 但随后 孙颖莎也不甘示弱 同样大声喊了出来 随即连得三分实现逆转 但王曼玉也连续反攻得手 分差逐渐缩小 看到师姐的表现如此积极主动 孙颖莎被迫在7比6领先 双方只差一分的时候 叫出暂停进行调整 回到赛场后 王曼玉一开始失误增加 但随后反击凌厉 随即以10比9拿到赛点 孙颖莎距离出局只剩一步之遥 然而被逼入绝境的孙颖莎 并没有打算束手就擒 很快便扳平比分 并通过运气球11比10反超 然而王曼玉迅速扭转败局 又以12比11再次拿到赛点 但双方在多拍相持后 孙颖莎连得三分 14比12拿下 比赛被拖入决胜局 第七局大战 两人一上来又叫上镜了 前半段大家互不相让 完全看不出谁能拿下胜利 但后半段王曼玉的落点与线路 更加大开大合 最终以11比8锁定胜利 大比分4比3 险胜孙颖莎晋级决赛 孙颖莎和王曼玉 可以说是老对手了 两人在一起 拿下奥运会女团金牌 士兵赛等赛事的女双冠军 交手层面 从东京奥运会至今 王曼玉在全运会女单决赛 士兵赛女单决赛都击败了孙颖莎 表现强势 所以近期两人的交手中 王曼玉是占据优势的 本次半决赛孙颖莎 王曼玉都打出了非常多的精彩球 真是名副其实 世界最巅峰水准的女拼对决 最后也恭喜王曼玉 晋级到女单决赛 接下来她的争冠对手是陈梦 同时孙颖莎和王曼玉 还要一起出战女双决赛 期待她们可以好运相伴 具体结果如何 让我们拭目以待